大家好 今天来分析一下张洛云的八字命格 最近在看《倩余年》 这部小说的话 我是在上学的时候看过 电视剧刚刚改编程 然后看了一下还不错 这个是男主角 来看一下他的八字 88年8月24号 主要是分析一下事业 未来的发展 这个八字的话其实很简单 年月日不看事成也知道 很简单 土生金 那么我推了一个事情 稍微好点的 不管推哪个事情 一定是以水为用神的 土生金 金生水 谁能够卸市 这个丸巾如果不卸出去的话 那这个也会出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我认为是在城市 所以说 走商官运 走水木之运非常好 走土运那就不太理想了 2018年肯定就有问题了 18年是在工作上 有没有介绍2018年怎么样 2018年一般来说 在工作上会有点挫折吧 没有吗 17年就 17年 18年 他18年就一个什么表演 什么话剧就跳过了 没有啊 没有18年 算了 反正按我的这个来看好了 按照道理来讲 2018年 戊戌年肯定是不顺利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土来生而且制住这个水 程序相冲把这个水库全部打开 一打开的话就容易被制了嘛 所以说这个18年是事业上有点挫折的 18年这个事业是不好的 然后主要是分析一下他的这个性格 以及他未来事业的发展 因为金本身是这个笔尖的话 月头笔尖 笔尖的人呢 应该是劫财了啊 劫财的人呢 代表说做事情呢 比较直接 果断 说话也是如此 不会扭扭捏捏的了 干大事的人嘛 很有自己的原则 因为金本身就主义气嘛 代表说有自己的原则 有自己的操守 因为硬性也在这里 硬代表说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同时呢 如果上官水是用神嘛 表示说头脑灵活 口齿凌厉 这个说话流利 语言表达能力强 他在这个有一集 在电视剧当中有一集是 好像 我不知道他是表演的痕迹 还是怎么样 至少从命格来讲的话 他确实 靠嘴巴说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他这种台词的功底啊 非常强 台词功底一般来说 有些人他就不善于言辞 一紧张他就说不出来话 当然这种人也就不太适合去当 这种演员了嘛 这个表演者嘛 他就很适合 因为属主上官嘛 而且搭运者的也非常的好 还好是心意有运开始 为什么心意为笔尖嘛 这劫财就废了 就笔尖的话 现在有地为这个灵关陆地 那灵关陆地的话 表示说从小呢 这个家庭条件肯定好了 就不用讲 那人需呢 鬼汉都是水 接下去的甲子运 以及遗仇啊 都挺不错的 都挺不错 最差的应该是在2018年 那18年 他都没写 这个17年怎么样 这个18年 18年一般来说是在事业上有点挫折 走水木子运的话 那就比较顺畅 水代表说卸生 金的气势卸出来 他的这种能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走木运的话 代表说木能够制作这个土 把印象制作 代表说 我的表演 我的这个事业有起色 才也代表女人嘛 或者说 比如15年 他就容易恋爱 有没有接受了 他已经结婚了 看一下啊 好像这边 什么唐一新是 算了 不需要知道 这个八字的话 按照道理来讲 找一个属猪的 非常好 看一下他这个是属什么的 八九年属蛇的 哎呀 再玩 八九年属蛇的话是几四年嘛 屎还想冲 冲了他的夫妻公 那这个 反正我 全属个人分析了 如果找一个属蛇的话 是还是冲了这个夫妻公的话 那就不稳定了 那这个婚姻就不是那么的好了 好啊 那希望别人好啊 这个 但是从命理的角度来看 几四年 他就冲这个汗水 要冲 夫妻公冲冻了嘛 那么 我指的是这个 他的这个 有些人喝婚这么喝的 他就这么喝的 因为他似乎来冲几四年 所以说找属蛇的不适合的 最好是属猪的 属猪的 属猪子的话也不行 为什么想害呢 为什么他的婚姻 我看了一下不行 因为第一 生害相害 第二呢 这个 比劫又多 比劫伶俐嘛 然后大运者的话 主要是大运者好的话还行 但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婚姻 确实不怎么样啊 当然这个是题外话 主要是分析他的视野 之后随目之运就好啊 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随目之运 2015年以卫年 就很好啊 这个16年的话就差一点 16年丙生年三 两个来害水不行 16年不行 15年可以 16年不行 17年丁佑年丁佳任也不行 17年就是事业发展 肯定就不如之前 就不是那么好了 18年更差 看一下吧 有没有啊 15年我认为可以啊 14年 13年 13年应该还行啊 对 15年可以啊 15年 15年这个事情就比较多了 才差这么多 还可以啊 16年 什么九州天空城 没听没看过 青秋湖传说 也没看过 17年 17年丁佑年 当然了 有些事情明星的这种 都是光 表面上都是光鲜亮丽的嘛 但是 以命格来看的话 他是这个 走精髓之运就好 那么明年怎么样呢 明年结财 对普通人来讲 代表花钱 代表破财 对这种 本身就 本身就不在意钱是财的多少的人呢 那代表说庚子年嘛 害毛为桃花剑子桃花的年份啊 2020年是泛桃花的 同时呢 只成山河水局 水业妄向 代表事业又大的 好不好 挺好 2020年是最好的啊 19年其实不算好啊 19年只害你 为什么 因为第一是运行一来 可能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啊 怎么样 但是自身的话只有冷卵自知啊 但是19年的话其实不怎么样 而且是相形的 他是19年结的婚吧 是2019年结的婚 恋情啊 是19年结婚吧 19年结的婚 结婚的话 那只能祝福吧 但我看了一下 从这个发展来看的话 婚姻不太好 比结多 然后生亥相亥 再加上他 另一般日数蛇的 所以综合判断我认为不行啊 明年更子年 明年事业非常好 后年新丑年 新丑年的话 这途径 哎呀 2021年必然有大的问题发生 什么事情呢 一般来说是指这个 心经代表自身 自身坐入这个掌声 临太阳之地了 那代表说可能就休息了 或者说自身也容易出问题了 2021年 2021年 2021年是顶峰啊 21年说话说 圣级二衰嘛 20年是最好的 21年是比较糟糕 所以人生的话是比较顺畅的 走水木之地都非常好 但是21年是最糟糕的 19年级还想 他还相信 估计这个 可能夫妻之间 并不是那么的和睦吧 好啊 这是题外话了 未来的发展 可以整体来看还可以 但是有一这一年 一年的来看的话 21年是最糟糕的 20年是最好 顶峰啊 事业的话 上官嘛 主书啊 其实他确实可以做 出了当演员的话 可以与所有关的啊 嘴巴说的是律师啦 或者演讲的 培训师 老师 这都可以 上官配应 代表说这种有名望的人 律师是比较好的 不管干什么 靠嘴巴说的话 是最适合他的 好啊 就简单的分析一下 未来的发展的话 其实很不错的 因为走的是水木之地嘛 当然好了 这个只要不走这个逆下的运的话 不走这个四火之地就好 四火还没到 所以说找一个属蛇的 那确实差了一点点啊 是这个没办法 这个单纯是我个人的分析 好 谢谢大家